第四题 哎呀 函数没忘吧 函数没忘吧 函数来先简单复习一下 第一个函数分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叫做函数声明 第二种方式叫做函数表达式 对吧 函数表达 什么才能简称为函数表达式 叫匿名函数表达式 才简称为函数表达式 对吧 然后函数分几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种叫啥 叫关键字方式对吧 然后是函数名 函数名的命名规则 符合一个小头方式对吧 符合小头方式命名规则 然后呢 这里面可以放一些参数 这个参数叫行参 在这个执行的时候 可以调用它里面放一些实参 对吧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参数 这个函数用起来 才变得灵活一些对吧 是这样的 对吧 多的不复习了 一些简单的语法 然后函数里面还有个东西叫return return可以把这个函数中止 并且可以返回一个值 用来外面这个东西的接收对吧 一二三咱们都说了 咱说一下四哈 第四题写一个函数实现N的阶层 写一个函数实现N的阶层 N的阶层是不是咱好实现 对吧 咱也写N的阶层呗 握一个N等于什么 先把这个东西变成可输入了 对吧 可输入的prompt input 然后呢 是不是得给它percent一下 对吧 因为这个 因为啥 因为这个window.prompt里面 输入的是字符串 对吧 字符串变成数字的话 肯定得percent一下 然后咋整 写方讯环 方讯环N的阶层对吧 这回咱不这么玩了 咱换种玩法 这个N是可以输入的N 对吧 咱换成function里面 换成函数里面 这个N就变成啥了 就变成参数了吧 可输入的是不是代表一种变量 这个N是可以变的对吧 那个参数是不是可以代表一种变量 所以这块可以稍微转换一下 转换一下 无所谓 比如说实现一个阶层 阶层呢 咱用这个multiply 好吧 然后在里面 比如说 这里面可以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是N 然后呢 现在 比如这里面啊 实现的功能是N的阶层 N的 阶层 阶层 当我叫这个mul 里面传一个5的话 是不是返回的结果 就是5的阶层 你别管里面写的是啥东西 反正写的是一个功能 对吧 咱们接下来完成的东西就是这个功能 对吧 这个参数作为一个变量 作为一个可输入的值 这么来做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这个N的阶层啊 从1到自身这个数 给它乘一遍 然后放到里面去 每成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吧 正常的做法是这样吧 那这会儿咱不这么做 这么做的话 没必要写了 对吧 对吧 还有一种好玩的做法 比如现在咱看一个问题 这个阶层是啥过程啊 什么叫阶层 就是N的阶层等于啥 这个数学公式绝对不是这么写的 数学公式一般是这么说的 N的阶层它有个规律 阶层叫啥规律 阶层的规律绝对不是从N乘到E 那不是规律 那是现象 啥是规律 对 N的阶层等于N乘以 N-1的阶层 是不是这回事 然后再求N-1的阶层等于啥 等于N-1乘以N-2的阶层 一直求到一阶层 是不是这回事 对吧 这是它的规律吧 那个从E乘到N只是一个现象 换句话说叫另一个规律 对吧 不是很抽象的规律 这才叫抽象规律 对吧 咱们利用这个规律 其实就能把这个题解出来了 其实还需要一个东西 先不管那个需要的东西 咱先这么写 N的阶层等于N乘以N-1的阶层 这一句话就够了 咱们利用这个函数 把这个规则写出来就行了 函数不就是为了抽象规则的吗 对吧 咱把这个规则写出来就行了 怎么写 咱说N的阶层 是不是Multiply里面传一个N的话 就是代表N的阶层的结果 对吧 反正你这个函数是干这个用的 咱先记住 这个函数就是求N的阶层了 对吧 那现在N的阶层等于啥呢 N的阶层等于 N乘以N-1的阶层 对吧 那N-1的阶层用哪个函数来求啊 是不是这个函数自身就是求阶层的 是不是这个函数自身就是求阶层的 你别管这个东西还写没写完 别管这里面有几句话 先不用管 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是求阶层的吧 对吧 它的功能就是求阶层的吧 好 那我就再来一个Multiply 这里面相当于自身调用吧 对吧 自身调用 现在的意思是N乘以N-1的阶层 对吧 乘以N-1的阶层 这个结果其实就完事了 那接下来把这个结果返回 我要求这个结果是返回就完事了 这样的话咱理解一下 咱理解一下 看着好像挺不理解的 对吧 咱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求一个Multiply5 是不是5的阶层 5的阶层等于啥 是不是运行这个对吧 等于5乘以Multiply4的阶层对吧 然后完事了吗 没完事吧 这叫函数调用对吧 函数调用等它执行完了之后 返回结果是不是才算完事 是不是得求它的结果 求它的结果怎么求 接下来就得Multiply4的阶层吧 4的阶层是不是又调用这个函数 4的阶层现在变成啥了 4乘以3的阶层吧 是不是这个函数这么矢的 你看看把4传进去 如果这块变成4的话 是不是4-1等3 这变3的阶层了 然后接下来3的阶层是不是还是未知的 然后下一步是不是这个函数就会运算3的阶层是啥东西 然后再来写到这 Multiply3 3乘以2的阶层 然后2的阶层 2乘以1的阶层 是不是如果我 一直写的话能一直写下去 就一直往下写的话 你看看是不是无限死循环 它一直都会执行吧 这个执行过程怎么执行的 大家看一下啊 第一次我调用Multiply5 把5传进去之后 是不是5乘以4的阶层 那5乘以4的阶层 咱说Retern语句是不是想把后面的东西Retern回去 那什么时候才能把后面的结果Retern回去 等于等到后面的东西计算完了之后吧 什么情况才能宣告着后面这个语句计算完了 什么才能宣告他计算完了 至少在执行 至少在执行这一句的时候 比如说N是5 5乘以4的阶层 这算计算完了吗 没有吧 他得知道4的阶层的结果是啥 然后才能去和5相成 去把这个东西发回吧 懂不懂意思吧 就是你这一块 你想让他这一块 比如说这里面传的是5 你想让他这一句执行完的话 必须得等到这个Multiply4算出结果了 才算这句Retern了 对吧 否则的话他一直在这块等的 等那个东西的计算结果 对吧 然后求4的阶层的时候又尴尬了 4乘以3的阶层 他还得等3的阶层结果 对吧 然后求3的阶层 他还得等2的阶层的结果 对吧 求2的阶层结果 他还得等1的阶层结果 1的阶层结果是在等0的 然后再等负1的 再一直往下等 对吧 咱发现一直往下等 一直往下等之后 这东西算不到头 是不是算不到头 无限四循环 一直能负好几百万出去 对吧 他的出口 什么时候咱就可以让这种 无限四循环中止 就可以返回具体的数 是不是找咱一个已知的东西 咱已知啥 问你 5的阶层算不来 4的阶层算不来 有没有一个东西是已知的 0的阶层是已知的吧 是不是1的也是已知的 一样吧 是不是1的阶层也可以 那 也就是说 当N是1的时候 咱不用去计算了 咱有已知条件 对吧 是不是N等于1的时候 这个返回结果就是1 因为N的结成 那就是1 对吧 那干嘛还计算呢 所以到这块的时候 if N等于1的话 是不是咱让它 retern1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回事 有了这句之后 听我说 有了这句之后 这个函数就发生质变了 原来还无限四循环 往下一起等呢 但是现在这个函数 就有了一个出口 这个出口就是1 你看啊 当程序算到这的时候 首先问大家问题 你想知道5的结果 是不是必须得先知道4的结果 想知道4的结果 必须知道2的结果 3的结果 3的结果必须知道2的结果 对吧 你想知道2的结果 是不是必须知道1的结果 而现在1的结果 能不能知道 已经是已知的 不需要套公式了吧 是不是到1这一块 到这这一块 MT1立马它能换成数 立马换成1 然后2乘以1进行计算吧 计算完之后 这就是MT2的结果 然后MT2的结果 是不是直接返回到这来 让它变成2对吧 然后3是不是可求了 3可求之后 让它变成6 然后这块变成24 是不是一层一层 往上反结果 最后5的结果 是不是就抽出来了 想弄一下吧 这样一个整体的过程 就叫做用地规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地规 一会儿我再从讲一遍 别着急 咱先捋一遍这个过程 地规的过程 就是说这个词叫地规 地规 这个名吧 也没那么高大上 它就这么起的 英文翻译过来的OK 没那么高大上 就是具体的解析步骤 你知道就行了 这个词也不用太关注 这个地规呢 主要关注两点 第一点 听我说地规一定关注两点 首先我先说一下它好处吧 地规的好处就是 它特别符合我们 思考一个题的人为的 想法 就是它特别符合 我们的思维过程 你看我们的思维过程是啥 我想求N的阶层 咱是不是找到最直观的找到它的规律 然后往里写就完事了 咱们最直观的找到的规律 就是N的阶层 就等于N乘以N-1的阶层 是不是完事了 然而我们就把这条规律 是不是写到程序里面了 对吧 地规就是更少 更好找规律 这是第一点 它特别符合我们的一个思维模式 第二点 地规 必须要有出口 我写这 地规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 找规律 第二点 找出口 什么叫出口 如果地规不给它出口的话 就是无限死循环 是不是算不完 对吧 所以你必须用一个已知的东西 当做它的出口 最后不用公式去替代它 直接拿一个实质性的数 去返回结果 能懂吗 这是地规的两点作用 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题 重新来 重新来 来 这样还是求 求N的阶层 是啥 求N的阶层 第一不干嘛 找规律吧 N的阶层实际上等于什么规律 等于N乘以 N-1的阶层 对吧 N乘以N-1的 的阶层 OK了 规律有了 这就是一个最实际的规律 对吧 然后写方程 写函数 里面放一个N 参数是N 然后最后return 咱要求一个阶层 是不是要最后把这个结果 要返回来 对吧 肯定是return 对吧 return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return的这个东西 return它的公式就完事了 对吧 地规就是return公式 一定是地规就是return公式 没有return的话 它不会循环计算 对吧 一定是return公式就可以了 公式就是 那你要求N的阶层 那你要求N的阶层 我就给你写着 N乘以N-1的阶层 N-1的阶层 就是multiply N-1呗 对吧 反正这个multiply 这个函数就是实现的阶层的功能 对吧 先第一步先这么写的 然后呢 进行推导 看看合不合适 对吧 看看合不合适 怎么推导 先试一下呗 multiply 先试个5或者试个3 multiply 2乘以multiply 对吧 multiply 然后1的阶层 然后再往修修 可能说1乘以multiply 0 等等 往来再写 写完之后 咱们发现 这个规律咱们找对了吧 是不是这东西能解完题 对吧 但是现在缺个东西 是不是缺出口 不然的话 是不是无限死刑困 这样的话 找出口就完事了 哪个是已知的 一定拿已知条件当出口 不能瞎找 已知条件 是不是1的阶层 或者0的阶层 就等于1 就完事了 然后等于N 如果N的1的话 剩1 是不是到这的时候 就截止了 换句话 到这到1的话 是不是截止了 就不会再往上找了吧 对吧 这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吧 是不是这回事 OK啊 这个东西就做完了 然后再试一下 咱们在控制台里面试吧 控制台时间我说过 对吧 控制台里面试啊 来刷新 multiply 来个5吧 5的阶层多少 120吧 对吧 120对吧 10的阶层呢 什么366 什么什么 8什么的 对吧 3628800对吧 38800 这是一个10的阶层 是不是没问题 对吧 那咱看咱能算1的阶层吗 能算1的阶层吗 咱这程序里面涵盖没有 干啥没涵盖 这不在这儿了吗 对吧 这不在这儿了吗 如果求不来1的话 出口来哪了 说没有对吧 1的阶层是不是也能求 但咱程序有个缺陷啊 咱这程序求不了0的阶层 是不是求不了0的 咱为了能加上0的 怎么办 和n等于等于0 是不是完事了 你放0 它也是一支的对吧 0的阶层就是1对吧 0阶层 而且0的阶层是1 这是个规律对吧 这东西没法进行计算的 这规定的对吧 要不说写着 已知对吧 0阶层的1 就完事了 OK吧 复数是没阶层 复数阶层吗 复数没阶层吗 咱阶层从0开始了对吧 所以咱程序是不是写的完美了 对吧 这种解题方法 听说解出来不重要 咱怎么能解出来 这种解题方法一定要重视啊 这种叫地规的解题方式 听说地规 只有一点好处 听我说吧 地规只有一点好处 它能让代码变得更加简洁 除此以外 没有任何好处了 地规是不是实现的快呀 我跟你讲 地规 咱讲到后期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的时候 地规是最慢的 特别复杂的程序 不能用地规 地规两圈 它就死了了 能懂我意思吧 它特别慢 你说它为啥慢 咱人为的想想 为啥慢 比如说咱求这个 比如说往里放个10 N是10 这块变成10了 这块是不是变成10了 我想求10的阶层 是不是直接走到return这步了 但是走到return这步 它得等着 对吧 它不能把这结果return出去吧 是得等着 等什么 等9的阶层算完 对吧 9的阶层还没算完 它还得等着等8算完 是不是一层层的等 等到最后一个1的阶层算完之后 往回反结果 是不是一定是先执行的 后执行完 是不是最先执行的是10的阶层的return 但是它是最后被执行完的吧 同不同意这句话 是不是先执行的一定是被最后执行完的 因为前面的人等着呢 我10的阶层想求出来之后 我如果想求出来10的阶层 我必须得先知道9的吧 如果知道9的 我必须先知道8的对吧 直到最后把1的阶层往回反回之后 才能1的阶层知道了 2的阶层马上知道 然后3的知道 然后最后最后最后才知道的是10的吧 10的先执行 是不是使得最后被执行完 对吧 所以它慢吧 是不是这回看着它是慢的 对吧 这是空间复杂度 它非常高啊 但是地规有一点好处 你看这么写完代码之后 是不是少了不少工作量啊 是不是特别特别少 这个还算可以的呢 咱下面看那个非不大切数列 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少了啊 来 回顾咱们那个非不大切数列 写一个函数实现非不大切数列 非不大切数列正常来说 咱写那个东西得先握一个first second third对吧 然后再放循环握一个i等于2 什么小一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对吧 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循环圈数-2的一个问题对吧 输入一个n-2的问题 那个写起来至少在10号吧 对吧 至少是在10号 咱看看拿这个地规来写啊 到底需要多少号 来吧 按规律来写 第一步非不大切数列是不是找规律 规律是啥同学们 比如写一个函数 fb非不大切数列 dn位 是不是规律都是dn位拿抽 拿n抽象对吧 dn位得啥 非不大切数列fbn得啥 啊得啥 哎对咯 等于 非不大切数列dn位等于头来为何对吧 等于dn-1位加dn-2位的何对吧 那就非不大切数列的dn-1位加上 非不大切数列的dn-2位 这就是规律 完事了 通过这个规律 你不添不同的值 他能求出不同的结果 是不是就完事了 这就是抽象规律吧 有这个规律可以吧 咱就可以写函数了 咋写 管的3721 听我说吧 有地规就先写re次 不用管的事知道吧 有re次就把后面规律写上 就完事了 re次求啥 dn位一定是dn-1位加n-2位吧 n-1位是不是这么写 n-2位是不是这么写 对吧 fb这个函数就是非不大切数列的结果 对吧 这么来 这么来之后 咱看看啊 比如说我来个fb5 fb5的啥 咱写写 一定得有个写的过程啊 这啥 根据咱们这个东西 fb4加上fb3对吧 但是fb4和fb3都是两个函数的 都是一个函数的执行啊 是不是他俩还得求结果 fb4的啥 fb4相当于把这个东西放成4呗 对吧 是不是放成4的这个算数 对吧 4等于fb3加上fb2 然后刚才那fb3呢 等于fb2加上fb1 然后这个fb3是不是还得求一下 fb4下面这个对吧 等于fb2加上fb1 行吧 就先写到这了 再往下写还能写fb2等于fb1 加上fb0对吧 然后接着往下写 能复好几 但这么写下去之后 咱还是发现了吧 无限死循环对吧 咋让它停止 找出口吧 出口一定是已知条件对吧 你这条件是啥 前两位 费布纳西书列的第一位和第二位 人家是1啊 对吧 也就是说当n等于1或者2的时候 或者n等于等于2的时候 怎么着 尾次上1吧 是不是这就是它的出口 而且这个出口是不是 无懈可及 对吧 你怎么着也约不了这个东西 对吧 不可能约这个东西 因为最大的跨度不就减2吗 对吧 你怎么减 减不到0这块去 对吧 这样 OK啊 那咱看一看 有了这个之后 咱这块fb1是不是就有值了 所以它就变成1了 这块lb2是不是也有值了 这块紧接是不是都有值了 lb3就能求 lb3求完之后 lb4就能求 lb4求完之后 lb5是不是就能求了 是不是也是一级一级往回反 就反回成了咱们现在的结果 听不过 英语学院听懂不过 行了 这个英语学院听懂了 你们没问题吧 这话说的不太对对吧 证明英语学院这个语言天数是很高的 对吧 这是费勃大学书列 行了 为了保险起见 我再说一遍 因为帝规就是 帝规最典型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阶层 一个是费勃大学书列 当然以后咱们还会遇到帝规的问题 但是那个帝规的问题展现起来 就没有现在这么明显了 能懂得对吧 那时候也要用帝规 但是基于什么呢 你必须把这个东西弄熟了 你能瞬间反过来 这个东西用帝规好像更方便 你才能想得出来 能懂得对吧 这俩是最典型的 这俩是最最典型的帝规 再说一遍费勃大学书列 费勃大学书列正常咱们写的话 也能写出来 放行环嘛 麻烦点对吧 但是帝规 咱很容易就找到这种抽象的概念了 对吧 是不是很容易找到这种抽象的概念了 对于这种很容易找到抽象规律的东西 用帝规来说是最方便的 什么样的规律呢 这个费勃大学书列DN位 等于N-1位加上N-2位 而且这个东西是有出口的 这个出口是1和2对吧 有规律有出口 这个东西你就大胆的是帝规吧 一定能办到 能弄一下吧 然后怎么来帝规 先把规律写到这 把规律写到这 写到这之后 然后再找出口 把出口写到上面 这事就完事了 对吧 然后在验证的时候 一定要经历一次这样的验证过程 看看这帝规究竟能不能实现 一定要把它落实在笔上 能弄一下吧 别有脑子捧抢 如果是够聪明的话也可以 OK 这是费勃大学书列 没问题吧 OK吧 帝规的问题 行了 这是这个函数的一些小练习 然后咱接着回顾一下 上当时咱们讲的东西 看一下这吧 就是刚才那个 第四题 第四题实现N的阶层对吧 然后画了一个导图 导图是什么呢 你看 最后先return1 然后再return是FN5-4 5-4是不是FN1 对吧 然后这是2乘以1的阶层 然后这是3乘以2的阶层 是不是这么来的 它的返回的顺序 是不是一定是先执行的 最后被返回 最后被执行完 看到了吧 返回箭头的顺序 是不是先返回 一层一层往回返回的 所以一定记住 地规的顺序 一定记住一个话叫 先执行的 最后被执行完 要等到最底层的东西 返回之后 它才能 一层一层的往回套 能懂得明白吗 是地规的一个规律 一定研究明白 OK 接下来 回顾一下 在上诺课讲的东西 咱说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 就像一个屋子一样 这个函数 从诞生的一刻开始 它就形成了一个 自己独特的欲 咱们姑且就管它叫做作用欲 虽然说不太标准 这个欲能干嘛呢 咱说两个独立的屋子之间 它们之间的变量 是不能互相访问的 对不对 这个屋和那个屋里面 东西不能互相访问的 就比如说这样 我写了一个test 然后在下面写了一个 可能说写了一个demo 上面定义一个A变量 等于123 下面定义一个B变量 等于234 这个在test里面能访问这个B吗 是访问不了 在这里面也不能访问那个A吧 是不是也访问不了 这俩是独立两个方件 对吧 它俩任何关系都没有 对吧 但是如果这么来解呢 我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放到这么来 在test里面能访问 我得执行一下这个demo 执行一下这个demo 然后呢 放这儿 然后执行这个test 执行完test之后啊 你看 在test里面能访问B变量吗 就是外面的函数 能访问里面的函数东西吗 不能反着来吧 但是里面的函数 能访问外面的A吗 能不能访问 能访问吧 比如说互相嵌套的函数 外层的函数 不能访问里层函数的东西 但是里层函数 可以访问外层函数的东西吧 是不是越往里的 他的权限越大 对吧 如果你记住这个话 就记你们的祖孙关系 对吧 祖孙关系 是不是越小了 越占优势 对吧 孙子是当的最好 最舒服的 对吧 可以管任何一个人要钱 对吧 权限很大 对吧 妈没钱了 爸没钱了 爷爷我没钱了 对吧 但是反过来 当爷爷那个是最惨的 对吧 他不能向任何人要钱 对吧 除非暗示 对吧 你看生活比较结局 对吧 行了 一定得注意这一点 咱俩说了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是什么呢 咱说定义在全局里面的变量 叫做全局变量 定义在全局里面的函数 叫全局函数 定义在局部函数里面的变量 叫做啥 叫做局部变量 对吧 OK 好了 这是一部分知识 然后接下来咱讲新课了 OK吧 没问题吧 上次和数据差不多了 讲新课 这个新课呢 咱不按照这个顺序来讲 按照这个顺序来讲的话 大家就懵了 我倒过来讲 倒过来讲 因为之前嘛 从这个八期之前 七期那块 都是先讲综合欲 再讲必包 但正常的顺序就是 先讲综合欲 再讲必包 但讲完之后呢 我发现正常的顺序 导致一个不正常的结果 大家都听不懂 对吧 无论我怎么讲 怎么生死毕竭 什么什么 私勤免费的 对吧 都讲我明白 后来我发现了 不是讲的问题 是这个知识点 我跟讲 必包这个知识点 是咱们GS 包括咱们整个前端领域里面 最难的一个知识点 你说他最难吧 其实也不太公平 他不是那种顶级难度 但是他 我怎么跟你说呢 就好比是这样的 好比这样的 行了 别好比了 不埋着你邓格了 行吧 我一起例子 想起来他 脑子里全浮现都是他 对吧 是这样 这个知识点这样的 这知识点难易程度 都是相对的 就是说 这个知识点 难易程度都是相对的 就好像这个人高低 都是相对的一样 比如说你在很小的时候 你在一岁两岁的时候 你看你父亲 那是个巨人 对吧 你恨不得踩在巨人肩膀上 对吧 等你长大了之后 你觉得不过如此 对吧 不过如此 一米四十多还巨人 对吧 一般不会这样 然后呢 这个知识点也是 这个必包知识点 我强调一下 下单课你一定能好好听 这个必包知识点 是这么回事 他在难度系数上 基本上和 咱们全套课程体系里面 顶级的难度知识点 是差不多持平的 但是如果他放到了前期的话 这事变得非常坑人了 这么难的一个知识点 而且咱们的技术积累了 还不是很多呢 还不是很丰满呢 这个知识点放到这来讲的话 那无疑 那是一场灾难 你知道吧 所以说很难的 很难 但是说具体有多难呢 每次讲完之后 大家也都能听懂 但是这个过程吧 就是 对吧 很享受的 对吧 很享受 就一般就是 就讲完必包之后 咱们这个墙皮 都得重新粉刷一遍 对吧 挠奇罪的 对吧 挠奇罪 很难 但是所以说后来吧 调整一下这个知识点的难度 我先把这个后面东西 先给你讲完之后 然后咱反过来再看臂包 就能好理解一些 确实在八七这个实验一下 是好使的 所以咱们先不讲臂包 先讲后面东西 臂包就是顶级难度 但是说不会行不行 万万不行 万万不行 就是我前期讲这个 前期讲的东西叫 ECMA script 这些课 就GS里面分三大部分 ECMA script 这些课 这个ECMA script里面 根据你们今年师兄师姐这帮面试的比试的一个经验 这里面基本上占了一面二面三面的比重的70% 你别看这么点课 对吧 大概还有个十段课基础部分就完事了 然后就高级部分 DOM 帮我们操作 在后期的一系列这种高端的应用 做项目 框架 组件 特别高大上的东西 然而特别高大上的东西 项目经验什么的 只能问出30%出来 他说30%重要 30%很重要 30%能决定你能不能留这 但是那70%能决定你能不能到二面 能懂我意思吧 但现实的效果是咱们同学 这个面试的效果都是很好的 基本上50%通过率 比如说两个人同时收到百度的这个面试通知的话 一个人肯定就过了 而且咱们二三期现在基本上 他们没到一个就业的时间 二三期有很多你们的同学 对吧 很多你们的同学 没到一个就业的时间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走得上多了 就剩加起来两期 就剩十个人还没有走出去 就剩十个人还没有走出去 所以咱们今年这个收获还是挺丰满的 对吧 明年就看你们了 我也没别的要求 我就希望拿点阿里巴巴offer 因为今年 今天你打去哪去吧 百度快被咱们承包了 清一色全百度 清一色全滴滴 搜狐什么的 已经拿的没什么意思了 完了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你们那个一期的生事 也拿着清一色多腾讯什么的 没什么新意了 但是现在有个规律 大家都拿不到阿里巴offer 不知道为什么 没事你们别怕超诱 我真不用怕 那地方没啥不可以去的 该去就去 行吧 大家对阿里有一种畏惧感 对吧 但确实 如果说给国内的一些企业 你要评得急的话 阿里巴巴的面试难度 绝对是顶级的 超顶级的 没人能并行的 确实是很难 但是进去之后 基本上就是这种无上的荣耀 无上的荣耀 行吧 我来讲课 来 先来这 现在咱们讲的预编译的过程 这个预编译非常好玩 预编译 讲预编译之前呢 先来说一下GS执行的一个过程 咱说GS什么性语言 GS有两个特点 咱叫逼格对吧 啥特点 单线成另一个呢 单线成还单线成 然后单线成第二个 第二个叫解释性语言 对吧 啥叫解释性语言 解释性语言叫翻译一句 咱执行一句 翻译句执行一句 对吧 是不是捋着来的 咱不通篇编辑成一个文件 然后就执行 是不是不那样 对吧 捋着来的吧 解释性语言的一个特点 对吧 然后咱讲一下咱们的预编译 这个解释性语言的特点 咱很容易知道了 就是来一句 读一句执行一句 读一句执行一句吗 是不是这样了 对吧 其实还没有这么直观 那读一句执一句 那是读一句执行一句 那是到最后一步才去变的 咱们之前呢 要到GS执行的时候 分三步 第一步叫语法分析 这个语法分析啊 或者叫语意分析都行 不用叫那么精准 语法分析或语意分析 它是通篇执行的过程 听不说 比如现在我写了 123456 好多行代码 这个好多行代码 在执行的时候 听不说 在执行的时候 一定是解释一行 一行执行一行 解释一行 绝对不会解释两行 执行两行的 能懂得懂得懂 但是在执行之前 系统会执行个第一步 叫做扫描一遍 看看有没有第一级的语法错误 少写个大括号啊 写个中文啊 什么的 能懂得懂得懂得懂 它会通篇扫描一遍 但不执行 能懂得懂得懂得懂 这个通篇扫描的过程 就叫做语法分析过程 OK不 然后通篇扫描完之后 它会进行一个过程 叫做预编译 进行预编译 然后才会咱们的 解释一行执行一行 解释一行执行一行 能懂得懂得懂得懂 比如在解释执行之前 那还有两步呢 能懂得懂得懂得懂 第一步叫语法分析 第二步叫预编译 预编译是干啥的 别着急 今天咱就讲它 所以你要清楚 GS执行的三部曲 OK吧 GS执行三部曲 行了 讲预编译之前呢 咱先铺垫点东西 铺垫点东西之前 咱先看一看 为啥说要讲这个预编译 我写个东西啊 test console.log 来 现在 我在这执行test 能执行不 能不能成功执行 必须能啊 这还用犹豫吗 必须能 这必须谈A吧 对吧 多远难事 显而易见吧 对吧 来 换种玩法 还能执行吗 这肯定不能了 对吧 预编译吗 我就编译一句 不是 这个解释执行吗 执行 解释一行 才执行一行 解释执行一行 对吧 所以你看下面的东西 还没读出来呢 你不可能能执行 是不是应该这种效果 结果呢 我刷进你手来 是不是还能执行 为啥能执行 就是这哥们 惹的祸 对吧 为什么这种情况能执行 就是因为有预编一步的 然后再看 我一个A等于123 然后输出这个A 能输出吗 必须能输出 123对吧 好 放上面 能输出吗 能输出 输出的结果不一样 输出的结果是 undefined吧 如果说这块 我没有这个A的话 我直接输出什么结果 直接输出的话 我这块我把它注视了 再输出A 应该输出什么结果 哎呀 报错 你变量没声明 你就使用了 是不是报错 是变量没声明 使用了是不是报错 对吧 报错 A is not defined 对吧 然后报错 是reference arrow 对吧 这种东西 那现在我把它写到下面了 按理来说 这也是一种 没声明就要用了 对吧 那为啥这不报错了呢 而且还能输出一个 undefined 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效果 特殊的效果 这个效果也来源于 预编一过程 那种东西 对吧 刚才我给大家实验这两个效果 咱们给它提纯了一下 提成两句话 所以有些人啊 他不学预编一 他只记两句话 能不能解决一些问题 能解决 但是解决不了深入的问题 这两句话 我先给你写出来 你先看着 但你不共去记 咱学完预编一之后 这些东西永远都不需要记 第一句话是什么 叫函数 声明 整体提升 第二句话叫 变量 声明 或者叫变量 控格 声明提升 先解决一下第一句话 函数声明 整体提升 就是如果你写一个函数声明 不管你写到哪里 听说 如果你写了一个函数声明 不管你写到哪里 这个系统总是会把这个函数 提到逻辑的最前面 能弄意思吧 所以你不管在哪调用它 你是在它下面调用啊 还是在它上面调用啊 其实本质上 你都是在它下面调用 能懂我意思吧 它会把这个函数声明 给你永远提升到 逻辑的最前面 OK不 明白 永远给你提升到 逻辑的最前面 这是函数声明 整体提升的意思 能懂我意思吧 这个变量声明 提不提升 也提升 但是提升的没这么邪乎 变量什么呢 变量一定分开多 叫变量声明提升 可是现在 你word一个a等于123 这叫变量声明吧 呃不 这叫啥 这叫变量声明 再加变量复值 对吧 是不是两步 这叫定义变量对吧 但是这么来写的话 它就相当于变量声明提升了 它相当于把这个东西拆成两份 word一个a 然后a等于123 并且把word这个a 哎 扔到程序的最最前面 扔到程序的最最前面 所以即使你在这 document.write这个a 它也能打印出值来 能懂我意思吧 打印出的值是不是 暗地范呢 对吧 所以说你把它去掉 你把这个东西写到这 一样的 它就相当于隐式的给飞上去了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两句话记住 函数声明整体提升 变量声明提升 OK吧 这是两句话 但是这两句话 太过肤浅了 它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但是很多那时候我同事 它们继续两句话 确实靠着两句话活着呢 那后来我玩了这么一下 我说你给我解决个问题呗 我这么来 我这么给你们出了一条题 我来逗逗你们 这个呢 函数叫A 变量也叫A 然后访问A 访问的是啥 我说函数A 变量也叫A 行吗 有啥不行的 行 行 还可以乱玩的 我参数也放A 里面再来个变量A 里面还定义一个函数A 再执行这个函数A 报我报错 全都交A 咋整 没招了吧 就第一个小问题 这个函数名和这个变量名重了 都不知道怎么办吧 这就是那两句话不能解决的 那两句话 只是把预编一过程的两个现象 给抽象出来 当做方法来用 其实那不是知识点 能懂意思吧 所以咱现在讲这个预编一 讲预编一之后 就刚才咱写这种各种恶性东西 轻松解决 预编一就四条 一会儿大家讲 讲之前咱必须得 这个铺垫点知识点 要不然咱不懂 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暗示全局变量的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 跟一变异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咱必须得懂 这什么意思呢 叫imply global 这是一个语法 叫imply global imply global imply什么意思 imply 暗示对吧 暗示一下对吧 比如说男同学 不太好意思给女同学表白 对吧 暗示一下 给人拎过来 我喜欢你对吧 简单暗示一下对吧 imply global 叫暗示全局变量的意思 这个暗示全局变量 有个语法 这么规定的 他说呢 任何变量 如果变量未经声明 之前是未经声明就使用啊 这回可不是啊 任何一个变量 如果变量未经声明 你就复值了 系统说了 嘿嘿 不报错 不报错 干嘛呢 这就生成了一个暗示全局变量 比如说咱看一下啊 如果我直接访问这个A 报不报错 这肯定报错对吧 咱不是了 肯定报错 但是如果我现在A 它是不是还是 咱没声明这变量吧 没声明 没关系 直接复值 系统说 嘿嘿 不报错 好使 保存 刷新 你看不报错吧 好使 怎么使 能不能使 我访问A变量 可以使 可以使 能弄一个吧 就好像他声明了一样 能弄一个吧 但是他和真正的声明 一不一样呢 他不一样 他不一样啊 这个叫暗示全局变量 看着啊 读完 记忆任何变量 如果未经声明就复值 此变量就为全局对象所有 这点挺坑人的啊 全局对象是啥东西呢 全局对象是 window 听我说啊 全局对象是 window 这个window啊 这块我得给大家简直讲了啊 这个window上面有一些 它是个对象 对象上面可以加一些属性 对吧 对象上面可以加一些属性 这个全局对象上面加的属性 它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在window上加了一个A 等于10的话 是window.a的10 对吧 就是window这个对象上面加了一个10 就是window是一个对象 它是这样的 window吧 它是个对象 里面有个A的10 OK了吧 它是个这样的结果 然后现在呢 我访问window.a 是不是就有10了 这是必然的对吧 然后啊 同学们看好 现在我单纯访问A 是不是也有10 看到了吗 我单纯访问A 是不是也有10 这个效果你先看着 效果你先看着 咱这样啊 我先把第二条讲完 因为这个B包那块有一个部分知识吧 没讲之后咱有点断层啊 我先给你慢慢破垫破垫 这个咱先这样吧 第一条先记住 任何未经声明的变量你就直接复值的话 它就归window所有 听说未经声明的变量直接复值 这个东西 它就归window所有了 相当于window.a也等于10了 能懂我意思吧 相当于window.a也等于10 然后第二条是啥呢 第二条是全局上的任何变量 听说全局上的任何变量 你即使声明了 它也归window所有 就你war一个b 看到吧 是不是war的b war一个b等于234 你是不是声明了 声明了之后 好 你访问b 有没有 有吧 window上有没有b 也有b 这是第二条指示点 这两条指示点拼一起 看一下吧 第二条指示点 一切声明的全局变量 全是window的属性 即warA等于123 就等于window.a等于123 能懂我意思吧 这个window到底是干嘛的呢 回来看一下 其实第二条是很重要的 就是 但是你未经声明的变量 就是你声明的变量 它归window所有 这句话解释过来 这句话解释过来 就是window 就是全局的域 window就是全局的域 这个全局的域是啥意思呢 比如现在我们war一个a等于123 这是war一个a对吧 这个a放到哪 这个a是不是得放到电脑里面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访问这个a的话 是不是得上一个地方去拿这个a 就是这个a它是个变量 这个a它是个变量 我们如果下一次要访问这个a的话 得上一个空间里面去拿这个变量 对吧 咱们认为这个变量就放到电脑里面去 对吧 其实放到电脑里面的哪呢 它第一集放到 就是首次它放到电脑里面的位置 就是window 比如说window它就像一个仓库一样 就是window是一个对象 它就像一个仓库一样 如果你把变量定义在全局上 那就相当于在window上挂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属性 a等于123 就是这样啊 挂一个a等于123 就相当于在这个window上面 挂了一个a等于123 然后下一次你在访问这个a的时候 它会上这个window里面去找这个 有没有这个a 会找这个有没有这个a 这块能听懂一点不 能听懂一丁点不 没事啊 这块你听懂一丁点就行了 咱后面一会讲这个直行山文的时候 咱们会讲这个问题啊 OK啊 OK 行了 能听懂一点就行啊 行吧 我现在这么说吧 OK啊 来这么来 让大家精神一下 来来来这么来啊 呃 这个window是这样的 都没听说 一切定义在全局范围的变量 它都归window所有 比如现在123 wara等于123 就相当于上面 window.a等于123 对吧 如果你在全局的范围内访问这个window.a的话 是不是肯定能访问出来 访问window.a的话肯定访问了123 对吧 如果你在全局的范围之内访问a的话 其实它访问的就是window.a 能弄一个吗 如果你在全局的范围内访问a的话 其实它访问的就是window.a这个东西 访问就是window.a这个东西 所以说啊 现在你第一条第二条整理出来 好 我重新再来一遍吧 你们听着都要蒙 来 第一条 来 咱说任何变量 听说 任何变量 我重新再来一遍 从头来一遍 任何变量未经声明 咱就直接复制的话 它就归window所有 比如说这个a它会归window所有 对吧 a归window所有 相当于window上面有个a 这样 OK 那咱们看一个问题 现在 握一个a等于123 别的了 握一个a等于b等于234 这是一个连等 听说这是一个连等的过程 gs里面存在这种连等 这个连等是啥意思呢 它先会把234付给这个b 再会把这个b的值付给这个a 能没有意思吧 再把这个b的值付给这个a 然后现在呢 我在一个 我在一个方式里面写这样的东西 握a等于b等于123 然后我执行这个test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这是一个连续复制的过程吧 这个连续复制的过程 有一个挺好玩的事 就是它第一步 听说复制 复制一定是自右向左的 先把123付给b 再把b付给a 能懂得吧 但这个复制它存在一个现象 就是先把123付给b的时候 这个b它是没经声明的b 这个b是没经声明的 就是它会先把123付给b 然后再去声明a 然后再把b的值付给a 能理解这过程吗 因为你看 如果a等于一个123的时候 它绝对不是说先把123付给a 它绝对是先声明a对吧 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 先把123给b 然后先再声明a 然后再把b也付给a对吧 然后这个过程中连续复制 就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b未经声明是不是就复制了 未经声明就复制 那这个值是不是归window所有 对吧 归window所有的话 那现在 我在全局的范围内 我访问window.a有吗 访问window.a有吗 并没有吧 访问window.b呢 有吗 是不是有的 是不是有的 你不用考虑第二条了 我不说从讲了吗 第二条咱现在没有第二条的事 咱现在没有第二条事 是不是现在在全局范围内访问 这个b是有的 因为它规于window所有了 对吧 它规于window所有了 好了 现在 再看第二条 第二条是一切声明的全局变量 全是window的属性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全局里面 你握一个a等123的话 其实这个a也是window的吧 是不是也是window的 对吧 也是window的话 那你window.a 是不是就等于 是不是等于啥了 window.a 是不是等于123了 对吧 因为你看 在全局 一定在记住一个前提 在全局的范围内 如果你定一个全局变量的话 它规于window所有 这事是没问题的 OK吧 这是没问题的 就你在这块 你握一个a等于123的话 这个123 它也是规于window所有的 能懂我意思的吧 它也是规于window所有的 所以现在 你握一个a等于123的话 那window.a 它就是123了 对吧 能懂我意思的吧 OK不 这是个定律 记住 一切声明的全局变量 全是window的属性 没问题吧 这个 这说没问题 一切声明的全局变量 全是window的属性 没问题吧 这块 OK吧 那现在问大家问题 现在握了一个test 里面握了一个b的123 然后执行这个test 现在问大家问题 我现在在这 console.log console.log 这个b能带出来吗 console.log window.b 能带出来吗 有吗 真有啊 为啥没有 哎 你看好这题啊 你说一切声明的全局变量 一切声明的全局变量 这叫什么全局变量 它叫全局局部的 这叫局部变量吗 啊 这叫局部变量吗 你是声明了 但是你在局部 你在局部的话 就不具备那个特点吧 你是不是就不能归window所有 只有全局的才能归window所有吧 能不能预算 只有全局的才能归window所有吧 OK啊 所以 你在一个局部的函数里面 定一个b 你在全局里面 是不是肯定没有这个对应的b 对吧 在b的上是不是肯定没有对应的b 对吧 OK啊 好了 然后再讲一条定律 你记住就行啊 叫定律进行 我先不解释啊 听我说 window就是全局 听我说一句话 window就是全局 你在这块 握一个123 等于 握一个a等于123的话 你去访问这个a 比如说 你去访问这个a 你是不是在全局的里面 去访问这个a了 对吧 其实就相当于console.log window.a window就是全局 能弄意思吧 window就是全局 这块咱先这么近 OK吧 window就是全局 就是吧 你现在握一个a等于123 握一个b等于234 握一个c等于什么345啥的 然后对应的window上 是不是肯定有三个东西 window上是不是有一个a 对应的a等123 b等于234 c等于345 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过程 对吧 这是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吧 因为这个window不是个对象吗 对象上面不有一个 但凡你在全局上面定义的变量 你在这个window上都有对应的属性吧 是不是这回事 对吧 对吧 是不是这回事 对吧 OK 然后 window上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如果你去访问这个a的话 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在访问window.a 因为 因为window就是全局 你在全局上访问这个a的话 你就相当于在全局里面去找这个a 能懂我一个吧 window就是全局 全局的变量加全局的函数都在window身上 你在全局去访问这个变量 去访问这个函数的话 就相当于在window身上去拿这个东西 能懂我一个吧 你稍微懂一点就行啊 这块懂一点就行 然后咱接着往下讲吧 别铺垫太多了 再铺垫太多 后面我们讲了就 来吧 接下来咱们讲一边一过程 接下来咱们讲一边一过程 这个一边一过程非常有意思 咱先举个小例子 来这个 F1A 123 来 F1A 不需要这个 然后 Ware一个B等于F1 F1D 然后F1E 然后给大家出点题 在这儿我想打印这个A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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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我想打印这个B是什么 读下题啊 读下题 来 读上读了 没事 不问你们说结果啊 说完之后都错了 没必要对吧 行吧 咱分析一下 要想知道这期的结果是啥 咱必须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这里面呢 又有函数又有变量 它都提升 对吧 到底谁先提升到谁前面去啊 谁覆盖谁 是不是肯定有个覆盖的问题 对吧 大家都叫一个名 不是我弄死你就弄死我 对吧 肯定有一个覆盖的问题 那咋覆盖呢 符合什么样的原则 最可恶的是里面的参数也叫A 是不是参数也叫A 他们几个是不是得打仗 对吧 所以这块啊 听说 这块就是预编译过程发生的一个 奇妙的一个过程啊 预编译发生在什么过程 预编译 写到这 发生在函数执行的前一刻 也就是函数啊 也就是函数刚刚想执行之前 这个预编译就完事了 在那等着 能弄一对吧 然后函数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预编译已经发生完了 预编译发生在函数执行的前一刻 他干了什么事呢 他就把这些矛盾给咱们调和了 首先预编译的第一步 他生成了一个AO对象 叫创建AO对象 哎呀 这个AO对象非常了不得啊 我把它放小点 或者把它写这儿 第一步啊 创建AO对象 AO对象 这个AO对象吧 翻译过来叫activision activision object 叫活跃对象 叫activision object 这个活跃对象是啥呢 简单的说就是咱们的 咱们理解 简单说就是咱们理解的 作用译 其实叫执行期上下文 其实叫执行期上下文 先别管的是啥 先把它创建出来 创建一个AO对象 AO对象 AO对象长啥样 就是一个AO 完事了 这是一个AO对象 然后第一步其实不重要 重要在第二步呢 第二步 他会找行参 找这个函数里面 听不懂 这咱们现在讲的是 函数的预编译的东西 然后再讲全局 全局特别简单 全局就是这里面 掰掉两个项就完事了 他会去找函数里面的 行参和变量声明 这个函数里面 现在有行参吗 行参是啥 行参是A吧 有变量声明吗 声明啥 A 还有啥 Word B是不是也是变量声明 这个虽然说是函数 但是这个变量的值 是不是变量的类型 是不是值的值决定的 对吧 但是我现在就找了一个声明 是不是他还是变量声明 对吧 还是变量声明 第一步先找行参和变量声明 将变量声明的名和行参的名 作为AO对象的属性名 有啥意思呢 你找到了一个A 作为这个行参的名 对吧 行参的名 好放这 把这个A放到这 然后再去找变量声明的名 Word A和Word B 对吧 就是把行参和变量声明的名 作为AO对象的属性名 挂起来 那这个A是不是出现了两次 出现两次咱不可能挂两次 那挂一次就行了 还差一个东西叫谁 叫B吧 说把B也挂这 然后他们的值是啥呢 值是安基范的 这个时候值是安基范的 把值写到这 安基范的 你先别管这东西干嘛的了 干嘛的一会再说 安基范的 然后第三步 第三步就叫 将食餐和行餐相统一 食餐是什么东西 食餐是一吧 行餐是什么 行餐是不是A 将食餐和行餐相统一 就是将食餐的值 放到行餐里面去 现在这个行餐 在这个AO对象上 是什么值 安基范的吧 把这个值变成1 把这个值变成1 然后第四步干嘛 第四步是找 函数体里面的函数声明 这个函数体里面 有函数声明吗 在哪呢 方身A吧 除此之外还有吗 函数声明 D叫函数声明吗 D叫函数表达式 函数表达式和函数声明 是两回事啊 对吧 不是两回事 对吧 所以在这个函数里面 找函数声明 函数只有长成这个样子的 才叫函数声明吧 哪个是这个 D啊 D是 我说B不是 D不是 D是 对对对 A和D都是对吧 你刚才说是D是吗 我听错了 听错 在这赖你邓格对吧 然后呢 有A了 有D了 找到这俩函数声明干嘛呢 将这个函数声明的名 作为AO对象的一个属性名 照样挂起来 将函数名 作为AO对象的属性名 挂起来 这个A是不是已经有了 这个名 咱不需要了吧 这个D是不是没有呢 D没有了 D写到这 是不是挂上了 挂上之后咱关注一下 它需要它变成什么样的函数值 就它需要变成什么样的属性值 属性值是啥呢 属性值是把这个函数体 整体附到这个属性值里面去 这个时候D的属性值和A的属性值 相应到变成A的函数体和D的函数体 也就是把这个函数 全过来吧 这个函数全都复制过来吧 明白我意思不 就是把它们都变成函数体 A原来是不是有一个值 A的值是1对吧 那不好意思 现在被覆盖了 因为第四步 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能懂我意思吧 按顺序来的 到最后 这个AO对象创建完了 这个AO对象 到底是啥东西啊 它的汉语名叫 执行器上海文 它的作用呢 它的作用 就是咱们理解的那个作用域 听我说 创建完AO对象之后 然后咱们马上就要执行函数了 对吧 因为预编译发生在执行之前嘛 马上要执行函数了 执行函数之后 第一点干嘛 打印这个console.loga吧 是不是第一条先打印这个console.loga 上哪找这个a 大家觉得大家一看 诚哥你看 下面这个函数都已经写好了 这么多的语句 上这来找呗 不是哈 你写这个函数执行语句 是给电脑看的 你想拿东西的话 你得上电脑定义好 那个冰箱里面去拿东西 电脑定义好 那个冰箱 就是这个AO对象 能懂我意思吧 你不是说到你视觉效果 这块A在这 你就上这块拿东西 跟这个没关系 这个视觉效果 只是一个执行顺序 能懂我意思吧 这只是一个执行顺序 真正上哪拿东西 上这个冰箱里去拿东西 真正的存储机构 是这个AO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这回第一次拿这个A 是不是上AO里面去拿 因为预编译 它的目的就是把这个AO对象 先给你创建完 方便你一会执行的时候去用 能懂我意思吧 拿完的A是啥 第一次打印的 是不是在这呢 Function A吧 是不是这回打印的A 应该是Function AO你看AO里面的A是啥 AO里面的A 是不是Function A 所以这个第一次打印的A 那就是方式A 然后第二步 是不是得执行这一句 执行这一句 我跟你说不完全执行 为啥不完全执行 因为在预编译的第一步 预编译的第二步 就是找形残和变量声明 并且把形残变量声明的名 作为AO对象属性名了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变量声明提升的过程 变量声明你已经被提升上去了 你这个再声明我就不用看了 因为刚才已经看过了 能懂我意思不 预编译把你这个声明的过程已经看过了 但是哪些地方没读呢 A等于123这个语句是不是还没读呢 对吧 所以这回A等于123上哪改这个A A上哪去找 操作的是哪个A 操作的是AO对象里面这个A吧 这才是 这个是A的一个显示的方式 这才是A的真正的存储值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块让A变成123了 是不是这个A变成123 这块变成123吧 然后再打印A 然后上哪找A 上AO里面找A吧 再打印是不是变成123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 这句看吗 这句在预编译的时候 是不是被提升上去了 是不看了 预编译看过的地方就不用再看了吧 能懂我意思吧 就不用再看了 然后接着看这 console.log.a 是不是这句执行 这句再打印A 打印啥 123吧 然后这块 word b看吗 word b数不用看了 因为刚才已经提升上去了 对吧 现在是b等于function 是不是执行这句 b等于function b现在是不是安静范呢 b变成function 然后打印b 是不是变成function 然后最后数没了 打印的结果 是不是第一个function 123123 咱看一下 是不是这回事 是不是function 123123 方身 对吧 利用预编译 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行了 从来 再来一遍 第一遍有点印象吧 没事 咱来第二遍呗 对吧 这东西第一遍很难记住了 对吧 首先看这道题的复杂程度 这道题里面包含了 形材名和变量名和函数名 居然是一样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咱们就解决一个优先级顺序的问题 包括谁覆盖谁的问题 对吧 再包括这个执行顺序 怎么来影响 这个到底是影响 变量影响函数了 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什么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咱们的预编译过程 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预编译就分四步 第一步 它要创建一个AO对象 对吧 预编译的过程 发生在函数执行的前一刻 有这个函数要执行了 但是还没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预编译先发生的 发生完了之后 才能去函数执行 对吧 一行一行执行 解决执行 对吧 预编译的第一步 生成一个AO对象 咱们管理AO对象 叫activation object 叫活动对象 也叫执行期上下文 这个执行期上下文 那就是这个函数 它产生的一个存储空间库 能懂我意思吧 由于这个函数执行 而产生的存储空间库 OK不 执行期上下文 生成AO对象 第二步呢 这个AO对象是不是生成了 第二步干嘛 第二步找形参 上这个函数里面去找吧 上函数里面去找 形参和变量声明 并且把形参和变量声明的名 作为AO对象的属性名吧 把形参和变量声明的名 作为AO对象的属性名 有形参吗 是不是有A A先挂着对吧 有先挂着 值先不用管 再找 找什么 找变量声明的名吧 这张声明是不是有A 重了吧 重了不用写对吧 是不是再找B B应该放着对吧 B应该放着 值是啥 值统一全是安递犯的 这是第二步对吧 值统一全是安递犯的 然后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是形参和实参 值相统一 也就是说 把实参的值 传到形参里面去 形参对应的是不是A A是不是在这呢 对吧 你要把E传到A里面去 其实你真实传的 应该是放到这 对吧 其实真实传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 仓库里面的东西 因为这个才是真正 存储变量的东西吧 存储变量结构东西 然后把这个E数放进来 这个A现在值 就是变成确切的E了吧 叫实参和形参相统一 也就是说传参那个过程 对吧 然后第四步 第四步 在函数体里面 找函数声明吧 这是函数体 里面找函数声明 有几个函数声明 A和D对吧 有A和D函数声明 把函数声明的名 作为A和对象的属性名 也挂到那 对吧 找谁 A的名是不是有了 不用挂了吧 因为你一个对象里面 不可能有重复的属性名 对吧 因为A有了 你不用挂了 D有吗 D是没有 挂到这 值是啥呢 虽然说A你有了 我不用挂你了 但是你的值 一定要被我这次修改 对吧 这回找到函数声明的名之后 它的值 要是函数的函数体吧 所以现在这个A 是不是被覆盖成函数体了 对吧 变成方神了吧 方神A 这块这个D呢 就变成方神D OK吧 这样这个A和对象 就已经建立完了 建立完之后 紧接着下一步 就是函数执行了吧 函数执行 是不是按顺利来 一行上来吧 先执行第一行 第一行 我要访问这个A A在哪 A在A和对象里面 对吧 A在A和对象里面 那访问这个A 是不是第一个答案出来 就是方神 然后第二遍执行谁 执行A等于123吧 准确的说 应该执行A等于123 因为在预编译的第一步 就把这个WAR给提上去了 对吧 第一步就是找什么 行参变量声明吗 其实我是不是说过 我说行参 是不是也相当于隐世的 来一个A 这样吧 是不是找这样的 他会把 也说 这个预编译的第二步 也就是咱们之前讲 那个叫 变量声明提升吧 是不是这回事 对吧 变量声明提升 提上去之后 我就不用再执行第二遍了 因为你已经被提升了 提升的意思就是 被优先执行 被优先执行了 所以到这的时候 是不是只剩A等于123了 A等于123的话 是不是在这 把A改成123 改成123 然后再访问A呢 这变成123了 然后这句 是不是直接忽略 因为提升上去了 对吧 凡是声明的 是不是都提升了 提升完之后 不用管了 然后再访问这一句 这句的话 是不是还是A等于123 对吧 然后B 这回原来B是安定范的没值 现在B是应该等于一个方式了 然后访问B的话 是不是访问出这个东西 用意劲吧 是不是正是一系列的过程 能弄我意思吧 把一系列的过程啊 这是预变一个过程 能解决这样的东西 对吧 不拿这笔记来写了 咱横屏来看 OK 行了 咱们接着来 接着写一个例子 来吧 来吧 A 然后呢 你们有我PPG帮我念一下呗 Words1 然后呢 A等3 B等2 然后呢 访问B 然后 定义BD 访问B 这块方式B 对吧 FunctionB 然后方式D 对吧 方式D 少东西吗 不少吧 Consult.log 是不是Function.log 还是B OK 然后TES里面穿1吧 只穿1个 对吧 咱看看这道题啊 每个部分打印的东西就是啥 Consult.log A 看出的是啥 第一个是啥 安利范呢 那小胖呢 1 非常坚定 同意1同意举手 同意安利范同意举手 同意2同意举手 确实没有 不是依旧安利范的 对吧 不是依旧安利范的 咱看看啊 看看 第一个人都能答对的话 基本上你这个过程就捋的差不多了 咱背一下 一边一边四步 这种你必须得背了 就那四步特别简单 第一步生成一个AO对象 基本上可以省略了 对吧 第一步生分对象 第二步找形参变量声明 把形参变量声明的名 作为这个AO对象的属性名 对吧 第三步是不是13形参相统一 第四步一找韩数声明 把韩数声明的名 作为这个AO对象属性名 把值全部附上来 对吧 就是这样的过程吗 来 先生成 第一个AO 先不用管那么多 先生成 然后第二 是不是马上跳个第二步了 第一步完事了 对吧 第二步干嘛 A A放这儿是办机犯的 看着这个行参了 对吧 对 B也是被放这儿 看着行参了 对吧 然后呢 C C是什么 C是变量声明 对吧 还有吗 没了吧 没了是不是直接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干嘛 把实参和行参相统一 是不是把对应的实参 传到对应的行参里面去 没对应的咱不用管 对吧 是不是这个E只和A对应 那就把A变成E 把A变成E不就完事了吗 第三步是不是pass了 完事了 紧接着第四步了吧 第四步是不是找 韩数声明 韩数声明有几个 俩 一个声明了B 一个声明了D 对吧 把B和D都放上来 放上来之后 换值呗 是不是B有了 B有了 换D就完事了 换值换啥 换函数体吧 原来你是暗地范的 现在不好意思 我给你换了 OK 是完事了 完事之后 来执行第一步 打印A A是啥 A是不是E 被传进来了吧 对吧 然后呢 执行哪个 C等于0吧 是不是C原来暗地范的呢 现在变成0了 对吧 52C还用看吗 已经提上去了 对吧 提完了 然后是不是A等于3了 现在A原来你还等于1呢 现在变成3了 如果说在 在下面再访问一个A的话 是不是现在变成3了 然后B等于2了吧 B刚才还是函数了 是不是现在变成2了 对吧 OK 然后再来 再访问B 2吧 这两条是不是直接忽略了 都提了 对吧 不用看了 哥们 再访问B呢 是不是还是2 所以刚才咱的顺序 第一个A应该是 1122 对吧 保存 刷新 是不是122 没问题吧 对吧 没问题吧 OK啊 不行 这不行 这太快了 我再举两个例子 再举两个例子 咱们再练练 再练练 再练练 同学们 这回来点复杂的 对吧 来点复杂的 怎么个复杂法呢 咱不看 行了 咱先练一个再复杂 咱先练一个 Cast Or一个A A等于123 然后方式A Or一个B等于234 B等于345 OrB等于方式 A B 1 好 行了 现在 现在 第一个地方 打印 A是啥 在这 再打印 A是啥 然后 在这打印 B是啥 然后 在这打印 B是啥 在最后 打印 A是啥 最后打印 B是啥 第一个 先口算一下 第一个A是啥 第一个是啥 第一个是啥 方式吗 还是一样 到底是啥 同一个同学举个手 说非常坚定 程哥 一定是一 好 同一方式 同一去说 我非常肯定 一定是方式 来举高大 好 方式 对吧 是方式 为啥是方式 其实你都可以 其实你都可以记住一个规律 一旦这里面有重名的 一旦有A变量 又有A函数 在第一条访问的还是A的话 那一定是函数 因为那函数预变异的第四步 是不是它权限最高 不管你前面签查指头都你覆盖了 对吧 来来试一下 首先预变异 对吧 AO 第一步干嘛 AO完事了 对吧 第二步是不是找行餐变量生命 行餐有个A 安递饭的 对吧 然后有个B 安递饭的 这都行餐 对吧 这变量 咱也没什么其他变量 都是这俩 对吧 这就不用写了 对吧 你看这一堆唬人的 这块握一个B 这块握一个A 这块又握一个B 然而 并没有卵用 对吧 然而并没有卵用 你握一堆也白扯 我就一边一次就完事了 对吧 然后第三步是不是开始相统一了 A变成E拉倒了 对吧 第四步开始找 函数声明吧 这里面满打满算 就一个函数声明 这不叫函数声明 它叫函数表达式 对吧 这就一个函数声明 只有函数声明能提升 对吧 表达式不能提升 对吧 那是不是把A给换个东西 原来就等于E吧 不好意思 现在你变成函数了 就变这样了 紧接着开始执行了吧 IF执行 第一句访问A 是不是函数 必须函数对吧 第二句访问B呢 Andefined吧 然后 我先把它注释起到后面吧 函数 Andefined 一会儿来对下答案 看是不是 然后B等于234 上哪找B去 这沃尔B甭看了 B等于234 上哪找B 这是吧 这234 然后再访问B 234吧 这回A等于123 是不是这儿 123吧 访问A A的啥 123对吧 然后 这句数不看了 对吧 这句是不是也不看了 没用对吧 再来 B等于234 是不是 还是234 B再等于函数 是不是这得看 光当变成函数 下面再方A的话 A还是123 但是B呢 就是方式了吧 OK OK 咱看一下 是不是这回事 刷新 函数Andefined 234 123 123 对吧 这没问题 OK 这是函数体系里的预变异 预变异不只发生在函数体系里 听说预变异不只发生在函数体系里 它还发生在全局 它还发生在全局 来 跟我说话 同学们 Ware一个A等于123 在全局我想访问这个A 行不行 啥结果 直接说 Andefined吧 是不是提升上去吧 对吧 那全局里面来 定一个A函数 这块答应A是啥 Function还是Andefined的 Function吧 哎 怎么显然一见的嘛 因为全局它也有预变异环节 全局的预变异环节 我都没写啊 和那个函数的一样 只不过 少了几个过程 少了一个环节 它的环节叫 全局说了 哥没有参数 是不是 他就没有第三步 没有参数的话 就三步了吧 生成AO 找行参变量生命 找函数生命 这就完事了 该怎么提升 怎么提升吧 但是全局的第一步 会发生点变化 第一步发生的变化 叫人家生成了一个东西 叫 生成了一个叫 GO的对象 全局啊 人家说 我是全局嘛 高低有点不一样 对吧 这个GO呢 叫global object 叫全局的直行参围 能够意思吧 就换这个名 一样的 然后这块摆了一个 摆了一个GO 对吧 GO里面 往里放东西 咱写个小例子 握一个A等123 Function FunctionA 等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GO 那这个GO一开始 怎么着 来一个A 安递范的 然后直接跳到第四步 完事了对吧 跳到第四步干嘛 A function 对吧 A function 然后是不是执行 执行是不是执行第一句 A等于123 然后就执行A等于123 对吧 A等于123 然后呢 这变成123了吧 对吧 然后到这的话 咱要是访问这个A的话 拿什么 拿123吧 对不对 拿123 OK 这是全局的过程 然而 听说啊 多提一嘴 刚才为啥说 讲那个Windows 咱死活讲完之后 你就有点懵来懵去呢 那个Windows是啥呢 看好啊 同学们 Windows就是GO 听说 Windows就是GO GO不是一个框吗 不是要放这个东西吗 不是要为了让咱们 以后拿东西方便吗 这个框是啥呢 这框还有个名 就叫Windows 能懂我意思吧 这框还有个名 咱们说GO也是个对象吗 Windows也是个对象 这俩就是一个东西 能懂我意思吧 这俩就是一个东西 所以说 咱是不是定义完了 所有的变量 都要放到GO里面去储存 放到GO里面去储存 就是放到Windows里面去储存 所以Windows上面自来 就有了这些变量的一个引用 这个没问题吧 是不是没问题 想想这个问题啊 听我说 我说GO就等于Windows 你看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 定义完A了 定义完这个东西了 对吧 然后如果我现在 console.log A的话 上哪去拿这个A 是不是上GO里面 全拿那个A 上GO里面拿那个A 是不是GO的A123 这个值拿出来 是不可以这样的 拿出来吧 那咱说了GO他也是Windows啊 GO他就是Windows 换句话 他是俩名 知道吧 他是俩名 就是一个人的俩名 比如说诚哥 赛哥都是我 对吧 都是我是俩名 对吧 一样的 你换谁都一样 所以这样啊 你拿GO里面的A 和你拿Windows里面的A 是一回事 对吧 那索性你直接就 你更直接点 拿Windows里面的A 是不是和你直接拿A 是一样的 这两条语句 是不是一样的 Windows.A和A 是不是一样的 你要拿A的话 他会上GO里面去翻的 你拿Windows.A 那就更直接了 直接上Windows里面翻 就完事了 对吧 这俩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换句话 Windows.A 不就是GO.A吗 GO也是个对象 对象的属性 不就这么访问吗 对吧 OK吧 就是这回事 所以说咱刚才 绕来绕去 绕了半天 说的就是这场 能弄意思吧 说的就是这场 说啥了 咱说任何全局变量 都是Windows上的属性吧 换句话说 全局变量 你肯定是GO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是 Windows的属性 对吧 那俩说全局变量 因为全局 才是一个GO的事 对吧 然后咱 那个支持点 再和咱那个 Imply.Global 暗示全局变量 那个支持点 再和这个结合一下 暗示全局变量 说啥 说你一个变量 如果没经声明 就复制了 你也得归Windows左右 换句话说 如果你这个变量 没经声明 就复制了 你是要放到GO里面 去预编译的 能弄意思吧 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这样 test 我握一个A等于B 等于123 咱是不是能触发 这个Imply.Global 对吧 能触发吧 是不是B就是一个暗示全局变量 对吧 跟全局说一下 暗示你一下 你看 我应该属于你 对吧 所以咱们在 是不是执行test的时候 得生成一个test的AO 对吧 是不是生成一个AO 但是生成AO的时候 你发现有意思的现象 他能把A拿出来 一开始只是暗示范的 对吧 但是他对B可无动于衷 B啥都不是 他也没声明 也不是函数 也不是函数声明 对吧 他拿不出来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涉及到了 一个暗示全局变量的指示 他没经声明就复制了 他归谁左右 他归全局那个GO左右 在这儿呢 对吧 是不是在这儿呢 所以人家既然归GO所有了 GO又是Windows 所以你在这里面 你去访问Windows.B的话 人家是好使的 是不是人家是好使的 因为Windows就是GO吧 咱叫GO.B是不是行 对吧 OK刷新 你看是不是有123 但是你要访问Windows.A Windows里面有A吗 GO里面有A吗 没有A吧 那你白扯就是暗示范 没有 能懂得是吧 好 这个就是灵活应用起来的一个结果 没问题吧 这话说没问题啊 一定得清楚这个过程 然后咱们复杂点来 你说先生成GO还是先生成AO啊 先生成GO还是先生成AO啊 没事啊 你说的是对的 你说的是对的 大家想一个问题 咱说函数的执行期 函数的预编译发生在函数执行期之前 对吧 函数执行的前一刻 那全局的这个自由 一定发生在全局刚刚要执行的前一刻吧 对吧 所以全局 你看这个scree图标签 它是不是去全局 这个东西你把它抽象一下 它是不是也相当于一个大的方身 这个scree图标签 是不是也相当于大的方身 对吧 所以一定是先生成GO吧 是不是先生成GO 所以现在你看这环节 是不是一定是 比如说这里面我再加点别量 咱们玩点恶心的 真正恶心的啊 来 test等于234 这够恶吧 这里面再来一个test 然后呢 再来一个test 然后在这test 里面放个1 OK吧 test console.log test 这是console.log test 来吧 咋玩 别管他这么恶劲啊 先按挨牌来 第一步先干嘛 想执行全局 现在来个 现在来个GO对吧 GO来吧 提升 test上来对吧 上来 直接一二一步到位 但是行吗 不行吗 先来安定范的对吧 安定范的之后 一看不对劲 还有个函数对吧 函数比你更大 是不是也叫test的 是不是把它函数体直接拿过来了 只不过它函数体比较复杂 我点点点的再替了 OK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开始执行了 执行第一步 干啥 是不是输出这个test的 输出的是不是函数 输出函数吧 因为GO嘛 在全局里面肯定要找GO对吧 然后接下来 这还看吗 提升了不看了吧 然后是不是执行函数 在执行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执行的前一刻 你还没等执行呢 先来一个AO 对吧 先来个AO 来AO那写吧 先升成AO AO里面咋整 咋整 test的对吧 里面是个AO的test 安定范的对吧 然后行才实才 统一下吧 来吧 数变成1 还没能统一这儿 一看 里面还有一个test函数 对吧 变成函数 对吧 然后在里面再打印test 打印什么 打印方是吗 这块有个小问题 GO里面也有test AO里面也有test 打印谁的 打印AO的吧 咱是不是说了 几层嵌套关系 是我自己有 就有我自己的 我没有在网上找吧 这个时候 这个AO和GO 会形成一个链式关系 这个链式关系的访问顺序 就是可进的来 AO上有就用AO的 AO上没有 再看看你GO上有没有 能懂我意思吧 如果AO上没有test的话 他会义无反顾的 上GO上来找 看看你身上有没有 能懂我意思不 比如说缺钱花了 跟父亲要 爸没钱了 爸说我也没钱了 你就会找你爷去要 对吧 我爸没钱 对吧 你给我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吧 再看这 访问这个test 是不是自己身上有 AO上有吧 AO上有 是不是找自己的 不会是找GO的 对吧 因为链式关系 对吧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test等于234 说把它变了 变成234了 然后再访问test 说变成234了 是不是很轻易的一个过程 很容易吧 容易的过程 行了 这只是初级的 来咱玩变态的吧 咱把这个东西讲 咱们讲到透彻 讲到最后来 没什么题能考虑咱们 安分 global 100 有潜入身吧 来点简单 Consolal global iPhone 咱一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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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向100 多简单的东西 看都能看出来100了 对吧 来再来一下 对吧 就是看常规问题的 按着步骤来了 对吧 先生成 看常规问题 按步骤来了 对吧 先来只有 来 按步骤来 你形成这个 形成条件反射之后 你看这东西简单了 先来只有 来吧 里面只有啥 里面只有global global 对吧 global一开始 按计范的 最后是按计范的 没什么东西了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叫F1的东西 是不是一个方神 不用管里面写的是啥 咱也不需要他 对吧 然后是不是马上就执行了 执行谁 执行global 是不是变成100 对吧 接下来这哥们还看吗 不看吗 提升上去了 然后是不是执行 执行的话 是不是来一个F1对应的AO AO来吧 AO 然后一看AO里面 我的天 啥也没有 上面是不是空的 对吧 空的 但然后就执行语句了吧 执行啥 执行console 然后global global找吧 上哪找 首先第一点得上自己的AO上去找 对吧 一看自己AO他啥也没有 他放弃了吗 没放弃吧 我没有往上找 是不是找GEO GEO上面有吧 是不是有global 是不是打印GEO的 对吧 打印GEO的吧 如果这里面有一个global呢 我也叫global 我叫200呢 打印什么 是不是打印200 我有就不防御你了 对吧 可进的来嘛 进的优先 对吧 OK 行了 这个数据没问题 没问题 加大难度 真正玩变态了 好 在下面定义 然后FN执行 然后呢 Ware一个global等于200 Ware一个A等于100 Ware一个global等于300 就这么买 先干净点啊 先干净点 来吧 第一个 第一个是啥 数数啥 第一个数数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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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还是安级半 我得看清楚了 100还是安级半的 100安级半的 安级半的吧 为啥不是100 看着好像是100吧 这100就写这对吧 但是就不是100 咱说啊 对 咱先写吧 咱先写吧 咱先看glo的对吧 glo的到这 先看glo 我把glo写上面对吧 看清楚点 先来glo找啥 找变量声明吧 变量声明有没有 你别看他俩分开写的 上面先复制后声明 但是声明是优先级极高的 对吧 你写下面他也会上去的 对吧 所以无所谓的 是不是人上来了 到这了吧 global对吧 一开始是安级半的 然后那fn咱就不写了 对吧 因为用不着它 对吧 然后是不是要执行第一句 是不是先变成100 好看着是100 但是你看里面的访问的是吗 是不是执行fn 执行fn是不是形成一个ao 对吧 ao ao呢 里面是不是得找形参变量声明 形参没有 但是人家有变量声明 人家有自己的global 是吧 你饭呢 所以你在执行第一句的时候 人家找的是自己了 你外面里有职也白扯了 对吧 是不是找到自己的安级半呢 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安级半的 然后下一个是不是打印200 为啥200 因为自己给他复值200了 是不是打印200了 对吧 最后是不是300了 对吧 有自己的一定用自己 能懂得吧 ok啊 听我说 一定要记住那四条规律 这四条规律从语文的语法上 结构上没有任何问题啊 从语文上的 一会儿一会儿遇到问题的时候 千万别挑字 他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问题来了 看好啊 同学们 不得不那么写啊 不那么写 然后打印尽 然后打印尽 好 ok 来吧 哎呀 像这样啊 行 好 来吧 打印啥 啊 我报错了啊 勇于说出报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对吧 哎 有答案了 来来来来 写着啊 100 他是100是吗 他是100 这是啥 是安定范的 是安定范的 第一个安定范的 这么快改主意了啊 好 好 第一个安定范的 好 这么快改主意了啊 这么说 报错也算一种答案啊 报错也算一种答案 如果第一个报错的话 程序还往下执行吗 都不执行了吧 这也算出答案对吧 没事 你继续说 你继续说你的 你继续说你的 来来来来 这是啥 这是啥 没事 按照你的想法说 我万一对了呢 对吧 有梦想还是对的 来吧 收了 你别紧张 你说你的 你没准是对的 没准是对的 没准是对的 这块应该是啥 这块应该是啥 咱不用管啊 咱就讨论第一个行吗 第一个是安定范的还是报错行吗 到底是报错还是 安定范的还是 arrow 咱是不是就是两种答案 没有什么其他答案了吧 不是安定范的 arrow对吧 看一下到底是啥 第一步先干嘛 G0对吧 来吧 G0 G0里面有啥呀 是有A啊 A一开始安定范的吧 然后还有个test的函数 咱用不着咱不写了去吧 是不是又一个A 没别的了吧 然后到函数执行 是不是在这执行 看好函数是在这执行的啊 函数执行的时候 这个A可不等于10了 是不是函数在这执行的 A不是10吧 所以在这的时候 是不是来个AO AO来吧 AO里面有啥 找啥 就说AO里面找啥 第一步生的AO 第二步干嘛 第二步你就是干嘛吧 找行餐 行餐没有 然后呢 变量声明对吧 找行餐变量声明对吧 看不看衣服 你管他干嘛呀 没有用 这衣服没到执行 衣服到执行的时候才判断 执不执行啊 他没到执行的时候才遇变异的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不管他能不能走这些 根本就不看他 里面有啥都拿出来 能懂我意思吧 这回你管他衣服A是啥 根本就不看那回事 能懂我意思吧 那个A决定的是 这衣服里面能不能执行 但是遇变异 就会把这个衣服给打破的 打散的知道吧 是不是这边有有变量声明 有变量声明就应该拿出来 对吧 是不是应该是B 那你千万别被这个衣服给骗了 我跟你说吧 刚才咱们那句话的语法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吧 找并列声明和秦参 没有什么添加复弹 没有什么其他的复加条件 就是这么找 对吧 人家没说放行环衣服什么的 不看啊 不看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该找了 第一步console.logb是啥 安递范的吧 这不报错啊 不报错吧 然后这呢 衣服A AO里面有A吗 上哪找 上GO里面找吧 A是啥 A此时是不是安递范呢 还没到10呢吧 是不是弹数执行完才能A才能变成10 单线程对吧 等弹数执行完才能到这呢 是不是安递范呢 安递范呢 那不好意思 你B等于10这句我们可走不了 对吧 说B等于10这句走不了了 B是不是还是安递范呢 那如果在下面再打印的话 是不是打印B的话 是不是还是安递范呢 然后C等于234 C等于234 C等于234 上哪定义去 到这一瞅A C 没有 这不AO里面没有C AO里面没C 那 对吧 往GO上面碰对吧 碰词去对吧 那就给你了 对吧给你了 暗示全新片亮吗 对吧 我这里没有那就给你呗 扔给他 然后在这块打印C 访问C 自己人还没有C 再往上去找 是不是找那块呢 是不是这块是234 对吧 234 然后这个呢 啊 最后 最后是不是这个TES执行完 A等10 A等10把它变成10 对吧 然后再访问C呢 是不是还是234 234吧 234 然后再看一下结果 安递范呢 安递范呢 234 234 对吧 保存发信 是不是这个是 没问题吧这个 行了 做两道题练习一下 这回你们做啊 不但也能过了啊 你们做 这回这两道题变得异常简单的 啊 Function 哎 这辣题注意哈 这辣题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百度13年的比试题 是一道题啊 这辣一道题 但是是两问啊 看看百度题你会不会做啊 看看 这辣题就显得掠水啊 哈 哈 来你先思考第一道题啊 别的了 console浪子吧 2 执行 这是第一题啊 这是第一题 我先给你注视掉 我写个小题号1 然后我抄第二题啊 你看第一题 你就先看第一题吧 一会儿来抄第二题 我看难不难 啊 没差多少我抄上吧 抄上吧 行吧 这是俩题啊 这是俩题 你得分开看啊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看哪道题 第一道题第二道题 就是他俩不在同一个全局下 那东西是吧 你得分开看啊 分开看 先看第一个再看第二个 呆 嗯 嗯 你 那 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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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